如果是像这样第一个焊点不好形成的时候 可以将屋中间轻轻的碰在板材上 先粘住一个焊点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焊点 接下来来焊接的是背后0.5的铁板 它使用的脉冲电流是10 脉冲时间是12 这是两根1.0的不锈钢方管 不加焊丝 直接焊接 焊完之后的焊点是银白色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焊点 焊到非常的平整而且很均匀 冷焊机在焊接的时候电流不能调得太大 如果电流调接太大时会焊不住 行不成焊点 焊点会很容易变色 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就是电流过大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就是错误的焊接 冷焊机在焊接的时候是近距离隐无 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焊点 这就是冷焊机焊完之后的效果 不能像雅虎焊一样远距离隐无 如果远距离隐无的时候 就像这样行不成焊点 正确的方法就是根据板材的厚度去调节电流 然后将乌针与木材之间的距离控制好 它是一毫米的隐无距离 顺着焊缝往下焊 一个点压着一个点 也不能焊得太密 将距离控制好就可以 这个就是冷焊机焊接时正确的方法 上面这一段就是错误的焊接方法 这是两根不锐钢方管 它的壁后是0.2毫米 先焊接一个点固定 然后再从上一个点的尾部往下去焊接 一个点跌着一个点 使用的焊接电流是05 焊接时间是07 冷焊机在焊接时 小缝隙或者没有缝隙 不需要加焊丝 可以随成焊点 这就是焊接完成的效果 继续焊侧面 电流与焊接时间都不会变 而且焊点都是银白色的 后期不需要抛光或者打磨去处理 上面这一段发红的焊点是使用大电流焊接出来的 下面这一段银白色的焊点是小电流焊接出来的焊点 冷焊机在焊接时 调节的电流是根据板材的厚度去调节 接下来焊接的是一块镜面板 要求是单面层形 背面不透焊 它的厚度是0.3毫米 使用的焊充电流是07 焊充时间是09 整铁棒固定在小物件上 焊接之后焊缝的强度非常的好 使用1.0的不锈钢焊丝 焊铁板的洞给填充 使用的焊充电流是15 焊充时间是17 使用焊丝填充时 需要注意的是 控制好物针间与焊丝之间的距离 这样才能形成焊点 如果控制不好距离 它会形不成焊点 而且形成的焊点会发黑 焊接的是2块镜厚0.5毫米的子虫板 使用的焊充电流是15 焊充时间是17 焊接过程中不需要加任何的焊料 这次焊接一小段的结果 继续间对形板和子虫板焊接在一起 焊充电流与焊充时间都不会变 好 好 完 by bwd6